米飯 哦!它很香耶!那個飯紅花味 真的假的 好香喔! 好吃耶 推這個推 出來的時候我覺得很漂亮 是充滿肉的 每一口咬下去都是雞肉 你在歌氣的遊戲 對!太婆心了吧 嗨!大家好!我是台南特別 今天呢,我要帶大家來一家非常特別的餐廳 今天呢,帶大家來到台北市送上去很特別的餐廳 那如果大家有平常留意我的影片呢 應該會知道 我常常都會在台北市搜尋很多不同的美食 但是今天這家餐廳呢 我猜大家一定沒有來嘗過 這家餐廳最特別之處 它是伊朗人開的波士料理 而且它是吃到飽餐廳喔 這邊的價格我覺得真的超級佛 在台北市699可以吃到飽耶 現在呢是中午12點半 就集間來吃一個波士吃到飽料理 那我們不要講那麼多 趕快開始吃我們的異國風情料理吧! GOGOGO 好,現在我們已經坐下了 剛剛進來的時候大哥看到嗎? 旁邊的那些裝潢啊跟擺設 還有一些餐具啊都非常有特色 覺得自己好像到了國話用餐一樣 而且我本來打算說 這些異國料理會不會比較少人會喜歡 或者比較會知道 但是呢我看到超級多人吃的超滋味的耶 所以我現在呢就很想要趕快去拿餐點 看看異國料理的美食到底的味道如何 好,我們現在呢拿了那麼多東西來吃了 那現在呢我們當然要先試試看這個沙拉頭盤 我猜應該是這樣吃的 陰豆嘴米 濃郁的味道耶 好吃 真的很清爽耶 試看看 感覺怎麼樣 很清爽喔 就是這一個 超清爽的吃下去 嗯,我喜歡 現在今天那個天氣吃到這個就覺得 很消滋 整個菜味消滋 然後這個我們剛剛 有夾這個嗎 類似好像辣這樣的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辣的 很辣的 它不會很辣 它是 酸的 然後如果你平常有在吃酸的東西的人 一定會喜歡那種感覺 很好吃耶 對啊 它就是 好像讓你去 搬一個開胃菜的那種感覺 它往去聞啦 趕快來吃我們的 主餐 我們剛剛拿的第一個主餐呢 就是有一個 蔬菜包牛肉對不對 真的很期待耶 好,我們現在來切開看看喔 欸,原來它裡面是這樣的耶 我以為裡面是會有一塊一塊牛肉的 但是我這樣看好像是 已經打成梨嗎 嗯 嗯 咬下去它裡面 就好像熟粒一樣 但是呢 它有很多 我之前沒有吃過的香料的味道 再來 而且它的 它還這樣包著 還是有保持到它的脆度 跟裡面的那個 那個內餡那個 皮啊 它在一起 那個感覺還滿驚喜的 我們第一輪拿的呢 就是這個 它這個是 翻紅花的米飯 這一盤呢 都是牛肉類的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牛肉的好不好吃 來 嗯,我知道那個餐廳 一直吃吃桌上 有一個香味出來 是什麼味道 就是這個 烤牛肉的味道 它這個很香耶 對啊 就是 好像人家用 很猛的火 去烤的那種牛肉的感覺 它很有牛肉味 嗯 嗯 就來 吃一口這個 米飯 肉皮的米飯來吃一下 翻紅花米飯 哦,它很香耶 那個翻紅花味 真的假的 嗯 但是它的米飯呢 有點大一點 濕潤的感覺 我懂你說濕潤是什麼意思 對對對 它不是很乾很 膩膩分明的那個感覺 好,再來試試看菜椒 這個也是我很期待的 剛剛看它的樣子就是很入味的 我覺得吃了頭這幾道啊 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樣 它是 每一樣的肉啊 蔬菜也好 它也是 很香 但是每一道的香味啊 它裡面用的香腰好像都不一樣耶 味道都不一樣耶 很神奇喔 哇,真的耶 真的 很嫩耶 它的牛肉 入口直化的那種耶 那好吃 這個我要再吃一口 我覺得中東菜是這麼特別的 其實我以前有去過土耳其 跟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就是東歐的地方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也不太會早吃啊 也是吃一些什麼 比較大眾化適合遊客的那種料理啊 它產品主要都是吃pizza啊 然後 意大利麵啊 然後呢 現在有點後悔說 沒有去吃他們當地 這麼道地的食物 真的滿好吃的耶 真的滿好吃的耶 那牛肉這樣真的很嫩 然後這一盤呢就是我們拿的雞肉料理 因為它全部都是雞肉的那一區的 然後這個就是炭烤雞小肉 那剛剛我已經切開一半了 所以要直接吃給大家看 它的口感跟牛肉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湯口味很足夠 它為什麼是雞肉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是好吃的 它不會柴 不會乾 您這個也是有興趣的 不是我本來想像的那個感覺 好 因為剛剛吃了太多不同香料的味道 所以我想要試試看他們的伊朗冰紅茶 嗯 這樣很 好香喔 它就是很香 好像花茶一樣 喔 喔 好熱耶 這個腿 可以試試看 然後這個也是他們的飲料 叫杜咸肉格 它有大杯跟小杯 店員建議說你可以試試看小杯的 然後有喜歡再拿大杯 它這個鮮耶 但是它不會鹹到說好像在喝鹽巴水的那種 不會 它就是淡淡很淡很淡的鹹味 但是它鹹味裡面還夾著一些香料的味道 就好像你喝AB肉肉 但是它是不甜 帶一點點鹹味再加一點點香料的味道 但是你不會覺得它很違和 它就是很順口 所以它不會偏鹹來的 不會 你可以一杯喝完都沒關係的 那感覺可以拿大杯 嗯 這個也是很特別 我真的覺得這邊 699這樣吃到飽 可以嘗到那麼多東東菜 雖然說我沒有真的去中東吃過東東菜 但是我覺得今天來到我覺得 這個體驗真的很新鮮 而且那個餐廳的環境很舒服 嗯 那些話都很道地 然後歌也是很道地的感覺 再來呢 就是這個 披薩 那邊整個來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漂亮 好 不講那麼多 先吃 平常的披薩不會很多肉 但是它整個底部 都是充滿肉的 就是每一口咬下去 都是雞肉 真的挺好的 嗯 嗯 它咬一口辣 整層都是肉 是沒在客氣的game 對 太婆心了吧 你猜它有這個 什麼 飲料 百香果嗎 下面那個籽 它是有百香果 它名字跟鼠妖 應該不是有百香果 它是什麼 它是 翻紅花 喔 試試看喔 但是它的翻紅花的味道 跟我們剛剛吃到翻紅花飯的那個味道不一樣 它比較酸嗎 不酸 甜的 不甜 咦 它就是淡淡的花茶的味道 這偏茶類的 喔 有啦 再喝下去都會感覺到有一點 微微的酸甜 就是那個百香果的味道 它的茶跟剛剛這個翻紅花百香果的 都很適合剛剛吃了那麼多料理 用來沖淡一下口腔的味道 對 的一種飲料 好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羊肉 好 先吃我們先吃一個羊 它真的很神奇 它每一道都不會做到柴的耶 就是嫩的 這個是焊烤 但是它是嫩的 然後呢 再來我們先試試看這個 顏色比較淡的那個 這什麼羊小 C C 羊小C 這是羊的膝蓋 剛剛一放下去也是 很軟爛的感覺 這個好吃耶 這個好吃耶 完全沒有羊小味 想像一下那個就是 台灣的羊肉乳 但是那個很有酒味 然後把那個羊肉弄到很軟爛的那種感覺 好 真的吃到最後啦 就是要來甜點了吧 這邊的甜點呢 也是很有特色的中東甜點 那我自己呢 很想要試試看這個 翻紅花甜粥 你看 這是粥耶 對啊 建議搭配肉桂粉食用 欸它也會有建議你怎麼樣用耶 這個滿好的喔 然後也是有布丁 那個很愛 布丁我一定要拉 然後這邊呢 會有寫說 波士冰淇淋可以到吧台那邊拿 欸你好 是不是會有冰淇淋 對 有兩種口味 翻紅花的油花色 你要拿去 這兩種口味都可以給一點點 對啊 好 謝謝 我們現在試試看他們的 翻紅花的冰淇淋吧 它裡面 有一點好像翻紅花的花瓣 就跟那顆飲料不一樣耶 是假的 都是花翻紅花的耶 對 它裡面有一點一顆一顆的感覺 特別耶 對 就是跟剛剛裡面又不太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跟那個白米花不一樣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 對 那這就是傳統花 對 我們再來試試看它的花生口味 好花生 超級花生 好濃郁喔 哇 真的耶 是不是 是不是好花生 你吃下去就是那個 comment就是好花生 好像櫻口吃了好幾個花生的感覺 對 我們再來試試看 咖啡色這個 哈娃 這個 最後 哈娃 哈娃應該也是他們中東特別有的菜 好像綠豆糕的口感 嗯 有有有有酸 嗯 但是它的味道會有點像綠豆沙加紅豆沙 也不會很便宜 嗯 這也蠻特別 對 nice 伊朗的菜式 很多 酸的 鹹的 吃在裡面 所以你想要什麼 我喜歡給我的菜 吃一點點辣 所以你可以加辣 我喜歡今天吃酸的 你可以加酸的東西 所以想要不要兜到 一家大小都可以吃得到 對啊 對啊 所以本來正宗的伊朗中東菜都是這樣子的 對啊 哦 是 夏天我們是 日子 日子我們是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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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從伊朗上嗎? 喔喔喔 就坐飛機來的 很美耶 對啊 只要每次來用餐就可以參加一次 所以次數越多就越高 那只要追蹤我們的IG 或者是臉書 電動分享 可以拿抽獎券 大家抽起來 對 抽起來 剛剛跟老闆聊天之中才發現說 原來一樓這家咖啡都是老闆自己開的 他們賣的冰淇淋啊 還有Easonlust啊 是我們台灣很少會出現的 我們現在吃飽了 進去裡面參觀一下 原來他這邊也是可以享受他們的茶類的 他有下午茶套餐 然後也可以直接點伊朗紅茶 就是我們剛剛有喝到的 然後也有一些堅果奶啊 還有冰淇淋 原來這裡也有花生冰淇淋耶 而且價格很佛才40塊 如果突然間嘴殘的話 到這邊吃一杯花生冰淇淋 我真的覺得超推 真的推 他的濃郁的味道 我真的現在就還想要再吃一杯 哇 我們剛剛吃的肉就是在這邊煮的 好香喔 真的超香的 好香喔 哈囉 原來他就是主廚 我們剛剛吃到那麼好吃的菜 都是這位主廚 很好吃 美味 可能是台灣的機器 喔 台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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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西國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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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新鮮粗爐 新鮮粗爐 香港草原來講 新鮮粗爐 開心火醬 好香喔 很溫溫的 好濃郁 超濃郁 好好吃喔 有開心到嗎 有開心 好好吃喔 我們沒有加水 我們沒有加油 我們沒有加油 剛剛有看到 一個開心瓜 機器出來 沒有水的地方 對 純開心火醬 都是開心過的 嗯 台灣 台灣No.1 然後我們知道 怎麼用台灣的機器 準備好好吃的東西 來到這邊 我真的覺得 不只價格 跟CP值很高 他們最厲害的地方 是每一道菜都有香料味 但是每一道菜的香料味 都不一樣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來這邊試試看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而且他們的肉啊 不只很入味 而且都會煮得很嫩 不會覺得彩 而且我發現 他們竟然有外帶 但是他們外帶的價格也太佛心了吧 欸這裡是海北市喔 你看 一百多 而且肉那麼多耶 我覺得這邊的食品值真的太高了 平常來吃的話 就是699吃到飽 但是如果你平常不想吃那麼多 又想要嘗嘗中東菜的話 真的可以買他們的外帶試試看 我也很推他們的伊朗紅茶 賣30塊而已耶 所以這個價格 可以一秒到伊朗吃到正宗的中東菜 是不是覺得很值得 今天我跟小幫手都超級推 一千零一葉廚房這家餐廳 真的非常值得大家來試試看喔 好那我們今天呢 為大家開一項餐廳呢 都到這邊 那記得不要認識你們的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之後記得要打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 還有美食茶會第一時間通知里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好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